欢迎来到专业烤房 我们今天做一期我们的香肠 香肠是我们家的主大产品之一 但是香肠我们之前解决了那个口感的问题 因为我们想做那个类似德斯香肠的那种口感 爆脂那种口感 我们之前在我们猫头酒馆的时候 其实解决了它基本的那个卤化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边做几个口味的配方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争取出定下来几款口味的地方 先看一下我们的肉 我们准备了牛肉的边角料 我们牛鞋兄的一些边角料 然后还有去菜场买了大概两斤猪肉 这些牛肉和猪肉大家看到都 我刚刚从洞库里头拿出来 就为什么要冷冻一下呢 这就是我们那个卤化型香肠的核心技术 卤化型香肠其实就是一个低温下面搅打的过程 脂肪和水能够包在那个卤化层里头 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四种口味 分别是江浙一带常见的香肠 不知道北方小朋友有没有吃过香肠 然后化煤 化煤和橙皮 橙皮化煤放在香肠里头 我觉得可能会一种比较奇妙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臭豆腐 臭豆腐香肠应该也是挺好吃的吧 豆制品我觉得放在香肠里头应该是挺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番茄 番茄因为有道经典菜有番茄牛腩对不对 然后我们配上我们的番茄丁 番茄丁的话夹进去的话就 嗯 牛肉肠番茄丁 应该也不会太难吃 应该也是不错的 我们试试 一共四种口味 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猪肠衣 动物肠衣它楼览性更高一点 我们实际惯犯它就是爆的概率会更低一点 但是它也容易更容易漏 因为动物肠衣它总是会有一个缺陷 然后我们之前用过一段时间 那个植物肠衣植物蛋白那个肠衣蛋白纤维那个肠衣 它那个就工厂出来了就很完整嘛 但它会硬一些更久一些 然后那个容易在我们家的过程中容易爆 啊 我们用一台我们的老年角落机 用了很长时间那个角落机 嗯还可以 这角落机的轴承它我觉得它挺容易坏的 OK我现在把它装起来 搅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瘦肉和肥肉交替的放进去 因为那个机器在纯肥油的情况下其实容易堵 就容易全是油容易堵 瘦肉肥肉交替的地方 这肉冻的 一共是2100多克的肉 然后盐的话我们 我们之前在店里做过一批是2.5%左右的盐度的 但是那个商场我们是煮过之后再处理的 所以它的盐度其实会被煮的时候会被稀释了 我在这边呢我先试试用1.5%的盐 这样来做 1.5%一共是三百 32克左右的盐 我给它加进去 OK 33克 OK 除了盐和温度 温度怎么控呢 我们正常的会用碎冰 然后我们这边店里头碎冰机没弄好 我冻了一碗冰 我们直接冰加盐进行搅 现在我们就先凑合一下 先手动搅一搅 就跟揉面团一样 死进揉 死进揉 我们做面包的时候不是要出手套膜吗 我们做香肠的时候同样也要给它 搅出肉筋 那个肉筋会把那个脂肪和水都包裹在一起 形成爆汁的那个口感 肉搅打就是要按照同一个方向来搅打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我觉得没有道理 宏观上面怎样搅和微观上面怎么组合 其实根本影响不到 你知道我买的搅拌机还有正转反扬功能 有两个方向转的功能 宏规方向搅打不是它的搅拌时间跟那什么功能 我感觉是个玄虚 我感觉这个 就像我们过搅子线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方向搅给它上镜 不然你反过来搅的镜都卸掉了 是吗 评论区的小伙伴们 有经验的可以说一说 为什么要按照一个方向转 我是从原理上觉得感觉没有必要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露的状态 现在露的状态其实有点出筋了 整个露有点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手感还不错 现在如果直接灌装呢 我觉得它会强烈会觉得它会有点 露的颗粒感会保留非常足 但是露的颗粒感如果脂肪和水没有打进去的话 它还是会那个干的 就露感一颗颗小露感那种感觉 一颗颗小露感那种感觉 一颗颗小露感那种感觉 嗯这个裹饺子肯定很好吃 来 让你煮长衣 我们来看一下 灌厂他们有的用那个小型家里做 就那个我们刚才那个角漏机就可以了 角漏机换个灌厂的口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实际在店里之前生产呢就是做很多香肠的时候 那个角漏机就有点带不过来了 灌厂特别不方便速度特别满 然后就可以有一些专门的灌厂的一些机器 我们其实踩了很多坑 回头我们新机器如果好用的话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灌厂特别满 灯灌场 抵在枪托的位置 也可以灌 就三百 三百 冲就行 现在我们把这些香肠放在这里 熏制 熏制的目的 一方面是带一点烟熏味 另一方面让它表面干 表面干了以后它不会固然粘连 我们在入洞库 洞的时候 就不会粘在一起 熏制完以后 我们要吃的时候 就是煎煎它 或者是在烤炉上面 烤一下它都可以 烤箱烤一下都可以 香肠已经熏了 也有个半个多小时 将近一小时 没挨的地方已经上色 但是我们香肠放太密了 挨的地方其实有点没上色 我准备它稍微扒开点 再让它上上色 我们炭烤炉的温度已经上来了 我准备直接上炭烤 好 好 好 来 天啊 天啊 我先拿吧 嗯 前占四种 哈哈哈哈 吃球了 拿吧 吃吧 每个半根 这一看就是乡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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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的包纸 哦 哦